哈佛大學的最新研究指出 全球每年死於空氣污染的人數高達800萬 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更加指出 全球有九成人口生活在空氣污染超標的地方 面對能源短缺、環境污染、 氣候危機等難題 大力開發及使用可再生能源成為全球的議題 風能是乾淨的能源之一 全球能源市場報告指出 雖然疫情導致整體能源需求大幅下跌 2020年全球風能和太陽能發電能力 仍然以創紀錄的速度增長 而且在中國的帶動下可再生能源的增長 使出全球太陽能發電能力同比上升兩成 風能發電能力上升大約1成8 中國首個百萬千瓦級海上風電場 在廣東楊江市沙巴鎮南海海域順利安裝 是亞洲在建單體容量最大的海上風電場 這個項目規劃五期總裝機容量170萬千瓦 安裝269台海上風電機組 建設3座海上升壓站 採用220千伏海艦接入陸上擇控中心 當項目全部建成之後 每年可以提供上網電量大約47億千瓦時 可以滿足大約200萬戶家庭年用電量 與同等規模的延煤電廠相比 每年可以節約標準煤大約150萬噸 減排二氧化碳大約400萬噸 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能源需求 中國擁有發展海上風電的天然優勢 海岸線長達1萬8千公里 可利用海域面積300多萬平方公里 海上風能資源豐富 集中連片大規模開發海上風電 將會有效提高海域資源利用效率 降低項目建設和運營成本 中國承諾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目標 通過直樹造林、節能減排等措施 抵消自己國家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 在碳中和的目標要求下 各國將大幅度提升非化石能源的比例 例如風能、太陽能、水能和核能 其中風能和太陽能佔比更高 而全球的風和太陽資源分佈比較均勻 因此不同國家都在努力掌握風和光資源 達致大規模應用領先技術 提升長期經濟發展的能力